一 二 三 加油 眼前这支队伍由台湾青年和大陆篮球爱好者共同组建 是厦门第一支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 他们年龄跨度大 涵盖80后 90后和00后 队员来自不同社会岗位 既有台湾网红 也有来自厦门的基层警察 但他们有共同的篮球梦想 自3月初以来 这支由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组织的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 持续参加2022年首届厦门市女子篮球赛 经过一周多场激烈角逐 最终取得第四名的成绩 团结友爱 然后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来自桃园的95后姑娘郑一山从小热爱打篮球 在此次比赛中担任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队长 赛场上表现突出 他认为篮球赛除了个人技艺 团队配合也很重要 比赛下来也学习到对方的很多技战术 还有很多配合等等 整体收获很多 体育能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 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于2021年年底正式成立 几个月来 经过每周三至四次的密集训练后 来自两岸的队友已经像家人一样亲近 每个朋友氛围啊这些人跟台湾其实感觉很相近 然后大家都很相处很融洽 对 所以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留在这边的原因 这里有很多的台湾人还有说可能大陆朋友 让我在这个场合可以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人也好 然后在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说 可能自己的一个缺点或不足 这都是让我可以提升的 来自台北的彭欧亚 是此次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的领队 他表示自成接联赛的邀请后就马上组建了团队 他希望借由这样的比赛 以篮球为载体 以运动为媒介 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 这次也很高兴啊 能够跟本地的选手一起交流 包括我们队其实是有一半台胞 然后一半本地的选手 所以呢这次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两岸的这个同胞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 能够融合起来 篮球运动是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 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通过举办篮球赛事 以求会友增进情谊 成为近年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一个新亮点 运动确实超越了生意 超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境界 来大家无私的 而且非常自由的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对于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据悉 自组建以来 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 还受邀参加了海峡两岸 厦门青年企业家篮球邀请赛 以及由厦门四民区中华街道办 举办的小歌杯首届三人篮球赛 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